那我跟台電要 這一些中期安全的分析報告 跟他要FISA 結果他是用這個理由 說裡面有智慧財產權 有防恐的作文 你說那些圖面有涉及到智慧財產權 有營業秘密的 你不公開也沒有關係 但是裡面使用的法規工業標準的陳述 通常都是營業秘密 這會不會太扯啊 你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我們現在用什麼樣子的標準在管制是秘密 所以我不能告訴你是用什麼標準在管制 那這樣子的監督不是在監督假的嗎 這個跟委員說明 這部分的話台電他可以去自行檢視 他認為他不可以公開的部分 不是嘛 你們是管 你們是管制機關嘛 現在他們提了報告給你們 從管制機關的立場這一份報告 刪掉營業秘密 刪掉涉及到比較敏感的資訊的 是不是應該要公開 我現在只要員能會表示這個態度 他如果刪掉相關敏感的資訊的話 其他的部分應該就是屬於可以公開的部分 OK好所以主委願不願意承諾 就這個部分 我承諾我承諾我承諾 然後把整份報告公開給大家看 是是是我承諾我承諾 而且給它翻成中文 OK是是是 是有當初有技術文字會整個都變成 沒關係你中文跟英文 沒有關係啦 你們先做第一步啦 先把我也可以老實跟你講啦 這份報告我看過了 我越看這份報告的時候我越火大 上面一堆全部都是適用的法規跟標準 當然很多都是抄美國那邊的 然後我在上網去查 美國有很多核電廠的FISA也全部都公開 現在用這個當關鍵詞去Google 全部都找得到 那結果我們自己國家 台電 他的心態是這樣 他的心態是這樣 就好像 上一次核二廠發生事故的時候 這些照片我去現場的時候 他不讓我拍 我請他提供他也不願意 但是台電發了新聞稿以後 裡面自己有員工看不下去了 他們自己把這些照片寄給我 說台電欺上瞞下 他們連自己在裡面工作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希望過去 這一些所謂黑箱式的 要掩蓋式的處理的方式 在新的主委上台以後 能夠有一番新的作為 主委委對你期待非常的深 希望你能夠在具體的作為上 貫徹你跟社會宣誓的原則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